这是历史上最强的800米决赛 也是那一年利亚·博尔特的传奇之战 纵使博尔特在奥运会上实现了 100米和200米的双料位面 但还是输给了这场宇宙无敌的经验之战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800米决赛 被誉为历史上最强的800米之战 这场比赛到底有多么夸张呢 以全场倒数第一的英国选手 安德鲁·奥瑟奇为例 他跑完800米的成绩是1分43秒77 意味着他的每个100米只需要12秒97 甚至连13秒都不到 普通人百米冲刺 跑出13秒的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他们至少需要连续跑出8个这样的百米回合 才算是完成了比赛 而更加夸张的是 这场比赛的8名选手 全都刷新了自己的生涯PB 其中倒数第一的1分43秒77 放在之前的悉尼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 甚至是东京奥运会 都足以获得金牌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男子800米冠军的成绩 是肯尼亚选手克里尔的1分45秒06 比倒数第一的安德鲁·奥瑟奇 慢了一秒多的时间 这场比赛的前三名最终都打破了奥运会记录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800米的诸神之战吧 比赛一开始 所有人就飞速狂奔 大卫鲁迪沙直接冲到了最前面 第二个100米仅用时11秒多 但即便如此 决赛中的八个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调队 由此可见竞争有多么激烈 在出发之后 鲁迪沙现在控制着局面 还有他巨大的身体能量和身体的 这种面积控制着方面选手向前超越 400米结束后 鲁迪沙只用时49秒28 这样的成绩 甚至可以去参加400米比赛了 更夸张的是 所有人都没有减速的意思 鲁迪沙疯狂领跑 对手们紧追不舍 600米时 鲁迪沙逐渐拉开了和第二名的差距 鲁迪沙要跑到世界纪录呢 来看看他最后的冲刺 最后100米 鲁迪沙还在冲刺极限 第二名的博茨瓦娜选手 尼耶尔阿莫斯 却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摇头晃脑 苦不堪言了 鲁迪沙上的冲击一下自己的极限 全力以后 鲁迪沙已经拉开了自己的节奏和弧度 全力冲刺 冲向自己的终点 鲁迪沙 加油 冲击世界纪录 哦 差了一点点 一分四十秒九一 最终 鲁迪沙刷新了世界纪录 奥迪会纪录 全场也爆发出 无比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而因为鲁迪沙的激励和带动 身后的所有对手 都取得相对不错的成绩 对手们也一一送上拥抱和祝福 对这个强大的灵袍者表达了钦佩 这一战 鲁迪沙不仅战胜了自己 更是隔空战胜了博尔特 在美国田径著名媒体田径新闻的评选中 鲁迪沙当选为2012年世界田径最佳男运动员 而伦敦奥运会的博尔特仅仅屈居第三名 但即便如此 大家依然觉得实至名归 无可挑剔 这就是鲁迪沙的最恐怖一战